啊,原本我从今天开始就不想再做实证啊,啊,这个社会就专心谈婚恋,但是这个帖子太搞笑了,是吧,引不住呢,还是做一期,啊,做完这一期后面就不做了啊,我就都改成做,啊,做婚恋的,啊,大家也可以跟我多互动,啊, 啊,然后呢,我就给大家分享我这个不成熟的大思想家的婚恋思想,是个什么搞笑的帖子呢,是这些个城管啊,你看,在训练了,训练啥,时代射击,为了增强队友凝聚力,战斗力,某某城管局,啊,组织队员展开了时代射击训练,下面大家都说,啊, 说呀,我的电动车可是你们拖走的,至于摆摊的,不需要练这个射击吧,文明的社会帮助困难群众可不能简单粗暴了, 后面还有一个更可笑的评论,我就说不出来,是吧,他就是说,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吧, 就是比解放前什么什么,那个比较吧,啊,啊,啊,这个朋友就说了,我觉得你们说话都太酸,啊,呃,觉得这里不好,可以润出去啊,太平洋又没盖儿,后面就评论了,觉得小区物业不行,你换房子啊, 觉得保安不好,啊,换小区啊,啊,啊,去饭店吃饭,觉得菜放的盐太多闲了,厨师告诉你自己来炒啊,这都是义取同工之妙, 我说啊,我觉得没有这么搞笑吧,还真的有这事吗?还真的有,啊, 你看这里 县城管执法大队 十大打靶训练 还有 还有 这肯定不是一个新闻了 这是哪个县的 我看看 南部县 南部县是哪里 南冲南部县 那这个十大设计是哪里 这是 那是南冲的 那是四川的 看看这个是哪里 这是广西柳州 实弹打靶 这里 执法的时候 有这个东西 厉害了 还有女同志了 还有女士了 打靶了 看 看 这家伙 城管 搞十大设计训练 有必要吗 哈哈 哈哈 哈哈